探索科学新知 体验生活科学 今天愚人节很多人会开玩笑说个谎来搞怪 但想知道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在说谎 其实您知道吗 可以用很科学的方式来判断 像是形式案件的侦办常用测谎仪器 从生理反应来找寻说谎的真相 而现在呢则是研究透过脑波 或者更精密的脑部影像 来寻找脑区活化程度的变化 来判断是否有在说谎 一块来看 这位台北医学大学的学生 在曾教授的实验室里 神情略带点紧张 因为准备开始测谎实验 这个是测他呼吸起伏的 所以呢如果呼吸 深呼吸的话呢 胸部一定会有起伏 然后就可以看 他就会测这个松颈带 就会测他的胸部起伏的程度 榜上测量呼吸起伏的胸带 手指夹上红外线 心跳侦测模组 并贴上敷电 得受试者冷静沉淀片刻后 就能开始问话测谎 你是台北医学大学的学生吗 不是 荧幕上可以看到测谎仪 不断显示接收到的各种生理讯号 从上到下 依许是脉搏 敷电 心跳和呼吸起伏 当这位受试的北医同学 说谎表示自己不是北医学生时 就可以看到测谎仪 在黄色代表敷电的反应波形上 和最下方代表呼吸起伏的 红色波形上 都能看到稍微出现 和原先有点不同的波动 测电测谎 它不一定是你紧张 或者是呼吸快 甚至你只要这样深呼吸 或者是咬一下牙齿 用力一下 基本上敷电都会起伏非常大 所以它是个灵敏度很高的一个工具 强烈的情绪的时候 你产生生理反应 因为你胶感神经作用的关系 导致你就会出现心跳 呼吸加速反应 利用在说谎时 会产生的生理反应 像是心跳加快 呼吸急促 甚至贴在手指上的敷电 感受到皮肤出汗 产生的皮肤导电度增加或变化等 都能够作为受试者 是否紧张或说谎的参考依据 不过这样的测谎方式 终究可能因为各种因素 导致的紧张或是异常冷静的个性情绪 造成胃阴性或胃阳性的出现 因此其实现在还有更多测谎方法 研究当中 脑波的技术是说 因为大脑五十五刻都会处于放电的情况 那我们就去记录大脑当中 电位变化的情形 那电位变化 我们就测试它的强度跟频率 我们就发现说 人在不同的状态之下 它的放电的强度跟频率可能不太一样 CIT 也就是有些事情我隐瞒的不想跟你讲 有可能是下一个恐攻的地点 有可能是我明明认得的凶器 我却不想承认的 这些东西可以透过图片或文字的方式 然后来看看脑波是不是有相对的反应 那你 所以针对这种隐瞒性的谎言 可以用这个脑波的指标来找 在头上戴上装了一个个电极 用来侦测并搜集不同脑区脑波的脑波帽 进行脑波策谎 发现说当一个人 他在现场开始在编故事的时候 他的前额叶的活化是非常高的 因为他就需要短期记忆 需要塞一大堆information 他需要编出一个合情合理 你会相信的一个故事 可是要编出这样一个合情合理的故事 其实还蛮烧脑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针对 那个脑区来做一些政策 曾教授的研究就发现 当受试者说谎或是在编造故事时 因为需要动用比较多的工作记忆 也就是比较烧脑就会让前额夜区达到平常的两倍活化 也就会让脑波图上出现比较显著的波形变化 不过除了以上两种测谎方式 未来也有可能透过更加精密的仪器进行测试 如果在说谎的情况之下 受试者在跟执行功能相关的脑区 比如说像这里是前额夜 这些部分或是这里可以看到 它的脑区活化的情形比较强 所以我们就假设说说谎的情况之下 可能是因为它的执行功能 工作记忆认知负荷比较重 所以这些区域就活化比较强 好像比较烧脑力这样的概念 虽然这样的方式可以更准确地看到 脑内脑区的变化和反应 但是目前仍然在研究阶段 同时也因为失策方式难度较高 距离实际应用还有很长一段路 不过教授们也强调 目前的各种测谎方法 终究有各自代客服的盲点都绝非百分之百准确 测谎可以做的是 它可以变成警方手中的一个工具 也就是我没有要用测谎来证明这个人杀人 可是我可以利用测谎来跟他拿到更多的讯息 这其实是一个侦查办案的一个工具 然后帮我们找到更真实的hard evidence 来定到最后 测谎固然是警示案件调查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但结果也仅供参考办案 仍无法作为定罪的依据 也希望随着相关的科学研究和发展进步 能够持续精进并提升其中的准确度 让谎言和真相浮出水面